公時人性化 北街戰士員呼喊口號求加薪 希望能與其他國營企業一樣 有機會至少加薪3% 因為距離上一回加薪 已經是兩年多前的事情 許多人待了七八年 薪水還不到四萬 調薪三%而言的話 我們的薪水大概也才多 一千多元而已 這樣的加薪 其實跟我們目前的工作的強度而言 其實是有一段差距 駕駛員表示 他們的工作量是台鐵駕駛員的三倍 雖然目前使用自動化駕駛 但他們必須繃緊神經 本身擔任淡水稻新鴻線駕駛員的 理事長表示 一趟車程長達兩小時 途中得專注看監視器 以及路面有無障礙 加上倒站後開關車廂門 往往是連上廁所的時間都沒有 加薪成本其實才在13% 公司的盈餘有87% 我們會依照近年的盈餘績效的表現 還有財務狀況 然後來訂一個加薪的機制 賴清德丟出供應企業加薪3% 但北捷駕駛員卻深感自己被排除在外 不僅公司沒有正面承諾 更怕的還有像先前經驗一樣 薪水工作量都得跟著增加 記者陳子芬先為台北報道